哈喽大家好,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4月27日,2024年 所以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要看看大局,看看美国怎么样 美国最重要昨天就是那个 PCE Price Index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就是美联储 拿来 观察这个通货膨胀 有两个数据,美国很重要的就是 PCE跟CPI 美联储就比较追踪 CPE,PCE PCE,然后呢他才看 CPE,所以昨天 CPI没有跌 上一期是0.3, market yield 0.3,所以他的数据 爆出来也是0.3,所以他的通货膨胀 在美国没有继续跌了 没有继续跌了,所以美联储看来 他是不能继续降息,但是他也没有起 也不是很严重,如果起 这个股市很危险 但是没有起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要看 美国股市的反应 星期五,可能星期五 还没有太大的方向 因为还没有真的找到方向 因为数据刚刚出来 那个牛跟熊 还在争斗,可能星期 星期二才能真正的看到 这个方向 并且我们继续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国际 看一看这个马股 美国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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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保持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我们看看马阿股先 KLCI KLCI还不错哦 这次突破了 这个横盘,我看来他还有一波 OK,可能还可以玩多一波 还可以玩多一波 到底我们还有一波 还是我们能重破前六点继续再上 我们要等 因为这个 我们看 投行的目标 1630跟1660 可能有机会重到来这边 但是呢 我们要看美国怎样 美国能不能继续上 等下我们去看一看美国 美国没有这样快 这个PC高 没有这样快会找到这个方向 可能到一几天 星期一星期二 再看一看他的方向是怎样 因为今年 是什么 是这个 通常sale on May and go away 就是5月会log 但是这个今年 有可能他会有不同的这个 改变 因为今年 美国是 投票年 投票年 就是年尾要投票 拜登 很多人不满意拜登 现在美国啦 传是这样子 很多人不满意拜登 就是 他搞经济 没有特朗普这样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啊 你你讲到你 你的概念啊 拜登 搞经济跟特朗普 搞经济谁比较好 大部分的人都是讲特朗普 比较好 因为第一特朗普 他是做生意的人 他是做生意的人 他是 他是亿万富翁了 第二 他在他做 他做这个 总统的时候啊 美股是一直起的 打起的 所以他是出名了 搞这个 现market搞到很强 拜登呢 他也不能给 这个 现market大跌 因为大跌 会给人家 看到他 他的这个弱点 他 你知道啦 很多人 已经讲这个 拜登讲到 你知道啦 他搞这个国际 搞这个战争搞不定 对吗 战争搞不定 乌克兰跟 这个俄罗斯的战争 搞不定 打到现在还没有停 然后 中东现在又开始开战 又开始开战 虽然没有继续扩张啦 没有继续战斗更厉害 但是 他也没有办法 叫这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停止 停止 什么啦 停止战争 那个以色列 还是一直在打 打这个巴勒斯坦 所以现在 现在搞到去伊兰 好彩伊兰 那边没有继续来 伊兰那边继续又战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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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 就 更加严重 他的这个票 他就失很多票 所以现在 他要找办法 拿回他的票 年尾的时候 所以可能 他真的会炒起这个 美国的这个市场 美国这个 现market 他可能真的会炒到年尾 明年 从 bump到明年 明年 他选到了之后 market才大跌 他也不要管啦 那时候也不用紧 因为他已经 他已经拿 他已经做 他已经拿到第二季了嘛 第二季的这个 总统了嘛 对嘛 他也不要管 是现在最重要 那个 国 那是什么啦 那是资金一直 砰砰砰砰砰 推那个market给他起 有这个可能性啦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看图 所以讲 放了不用紧张 图表跟我们讲 现在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在嘴 那天我们看到 market真的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ok 现在看到有机会 可以玩 但是我也我跟你讲 年中我也不会 放太多资金进去 真的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这个还有 看来他是还有一波 ok 然后我们看 ace market ace market也是有一个 差不多是上升囤墨蜡烛 所以他也应该还有一波 冲上去 看一个C2 中盘 中盘也是 有个Tumorato也是可以 看来也是还要推高 小盘也是 小盘也是Tumorato 看来还有机会要推高 ok 但是看来ok 我们看怎样 我们看美国 看美国昨天的反应是怎样 建筑 ok ok 建筑妈妈的孩子 我们看板块 建筑妈妈的孩子 所以他还没有突破 我们要等 要等 他有个大的妈妈的孩子 下个星期他 他冲上去的话 他应该可以 如果他跌下来 跌破211 你要小心 ok 不是这边 跌破这边 ok 213 跌破213 你要小心 我们看消费 消费上升 OK 消费我们看到这个起司 他是有机会继续上 看能源 能源在暗时慢了一点 他在这边停有一个掉井 在这边 暂时还可以 他没有跌破951 还是可以 我们看 金融 金融他想突破 想突破 但是不成功 你看一天图 他这个 头肩一跌破了 他就摊回上来 很快就摊回上来 他送这个头肩 给他破了 但是他也突破 他也回调一下 我们看下个星期 如果他地区是青色的话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他是青色的话 看来他还有一波 他真的要突破 多一波 ok 多一波 他还有一波 ok 我们看一下工业 工业ok 但是他在通到顶了 他在通到顶 也许他上多一点 他会回调 医疗 ok 医疗 看一下医疗 ok 医疗有一个吞破蜡烛 他也吞了几个这个 一二三个蜡烛 看来他有机会 医疗 现在有机会 他有机会冲上去 ok 中指 中指就没有这样好 因为你看这个 中优期货价钱一直在跌了 ok 他在横盘现在 他有一个 妈妈带孩子 妈妈带孩子 ok 突破 几回跌破 要小心 房产 房产 他开始下调了 他都 你看他红色蜡烛 比青色蜡烛 他不是这样好 ok 他不是跌到很快 我觉得他可能 下个星期我们要看 如果他有能力 下个星期收拾 他会突破1032 他还要去 如果跌破2940 你要小心 ok RID RID突破了 哇RID很强 看到吗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杯 ok 823 我们的杯跟耳朵 突破了 杯跟耳朵突破了 看来他是还要跑 可能他还回调一轮 但是长期 看来他还要跑 ok READ 科技 科技 还是在横盘 科技 可能他有一点动力 下个星期 他有妈妈带孩子 这边 看他能不能突破 突破这个妈妈的头 如果他下个星期 他能突破这个顶 这边 64.8 64.7 他能突破这边 他有机会 下个星期 马骨看来是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ok 还有机会 他这边做了一个 什么 横盘 开始横盘 这边有阻力 我跟你讲 他就是必须要突破这个 下点通道 这个下点通道 这个通道 ok 他必须要突破 如果下个星期 他能突破 他有机会再跑 有机会再跑 ok 电讯 ok 电讯暂时还在横盘 他这头肩跌破了 但是他也 他现在牛熊争斗 还看不到方向 他有一个头肩 现在跌破了 这个头肩 他回去充斥 如果他能继续充上去 还有机会 如果他下个星期 下一条的话 他应该会跌下去 看他的模式 因为有头肩 我觉得会跌比较多 啊 运输 运输也是冲上来了 但是 应该 他有一个吞莫蜡烛 看来也要跑多一轮 有一个真竹 吞莫蜡烛 看来这个运输 也要跑多一轮 还要跑多一轮 ok 还有机会跑多一轮 上去 Utility OK Utility 我们知道了 昨天他突破了 这个钻石突破了 他要来这个1784 还有机会 马股还有机会跑 还有机会跑 ok 我们看看其他的 首先不要忘记 点阅点下分享留言 要开户口 要开 大家要试这个CGS iTrade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美股 香港国际 澳大利亚 英国也是可以 你要开户口 下面有一个链接 就是CGS iTrade 你按填表格 交上去 我的朋友CGS 这个 iTrade 的这个 remaster 然后教你怎么上网开户口 开户口 你就可以玩本地 外国也可以 很简单 然后这个是 是老招牌了 在马来西亚已经蛮很久了的 CGS 他以前是CGS CMB 现在分开了 CMB他有他自己的 他是CGS 有CGS 自己的 ok 啊 记得点赞 点赞 分享留言 不要忘记支持视频 要买比特币 下面有 链接LUNO 全部是合法的 全部是合法的 ok 我们看看国际 看上美金 ok美金昨天是一个上升吞没蜡烛 所以美金有转强一点 因为这个 这个PCE 这个美金指数 这个PCE 比较强了 所以看来 看来他是有可能 有一个小小的 看来还在反弹 他好像做了一个歧视 这样子 如果下个星期他能突破的话 他应该还有机会跑 还有机会跑 他做了一个歧视 你看他的模式 是一个上升模式 是一个上升的通道 看到吗 上升通道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应该要来到这个107这边 ok 他想要来到这个107那边 ok 我们看比特币 比特币还在调 还在这个下调 还在这个调 还在这个调 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要等 ok 比特币还在调 having是过了了 ok 还在调 所以我们等了 等他调到哪里去了 调到60还是调到50 啊 我们看他调到哪里 ok 还在调到52这边 我看以太坊 那么还是现在也是这个下调 正在调 lite coin lite coin lite coin有一点点动力 反弹上去 有点动力反弹上去 但是他也不是强了 你要你要知道了 全部是等谁罢了 等比特币了 比特币不去 这些小的 这些是 大根不去 小的是很难去的 ok 可能会上一点 下一点 他不会飞哪里去 srp srp突破一点 srp就不好咯 srp他跌破了这个通道 他必须下个星期有一个反弹 不是srp可能继续会跌 cadano cadano 哇跌到 这个头肩 头肩还没跌完 头肩目标还没跌完 可能会跌回0.3这边 srp srp Sorano s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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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正在下跌 Avalanche也是 一个下跌通道 他没有通过通道还是在跌 现在正在跌 意料到了 因为这个 Halving之后是跌的 Halving之后 上几轮上几个周期都是跌的 所以 也不什么 也不觉得有什么 没有什么 多惊喜也是 normal 寻常 香港 香港突破了 香港看来有机会 Halving Halving有机会跑 他突破了 有机会跑 这边 19,600 他突破了 下跌的主力也突破了 不错 中国也是突破了,看来中国香港有反弹 中一有这个动力可以跑了 可以继续再跑 回来到这边的高 看来这边的高 这边的高 有了,有机会 所以中国开始回来了,中国香港开始反弹了 这是真的来了 澳洲开始跌了,有点头肩 它跌了,更低的低,更低的高 看来它是长期它要滑下来 看日本 日本也是,更低的低 它回调上来更低的高 然后它再转弯下去,就是做了更低的高 它也是开始下调了,看英国 英国很强,突破了8022 它回来重施这个7768 再冲上去8022 这个也是很强 看来还有机会上,我们看DAX OK,DAX,来到这个目标 回调了一轮,它又在突破 哇,很强 看来 OK 看来还有机会 所以它真的回调之后 看来它要来这个 有可能它要来这个 18 1917 但是你要小心 就是这个高它必须要通过 18568 它不能通过的话,可能双顶 美国半导体指数 半导体指数上了2.6% 所以美国是强 OK,美国昨天那个报告 它的压力不是很大 因为它也没有上了 OK,这个通过本账 它这个 这个 呃 其实 其实 但是还没突破 我们再看多几天 看多几天 看来能不能突破这个星期一 能不能突破这个4772 和更新高 做新高 做新高 创新高 OK 4988 看4772先 如果下个星期它能突破 4772它是有机会继续再跑 继续再跑了一波 看Next Step OK Next Step Next Step一个Gap 冲上去 现在它全部创到主力 半导体指数 创到这个通道 这个骑士的顶 OK Next Step 创到这个 这个 支撑 跌破回上 回来 重施这个主力 所以15969 所以下个星期 当然继续再冲破 继续跑上去 看来美国可能真的还有 还有 还有 还能上 所以还没有 还没有真正的 股市还没有真正的 继续下调 所以这个也是 S&P510 5106 现在它创到这个主力 如果它能冲破这个 创新高 能冲破这边创新高 OK 证明它还要起了 这个 拜登政府可能还要炒这个 它继续炒这个市场 给它好看 OK OK 看 看一下它能不能再冲上来创新高 Dow Jones Dow Jones 它充施这个38 38,566 卡就跌回下来 这个就还没有 这个已经做了更低的低 更低的高 更低的低 这个是做了一个下跌通道 这个是做了一个下跌通道 OK 好像 好像那个半桃子 半桃子 就是这样 OK 希望看它能不能突破这个通道 OK 下个星期 38,566 我们看到它是小盘 美国 也是啊 你看跌破了 它回来 OK 回来重施这个主力 看下个星期 能不能继续重上去 比如说 要看了几天 下个星期 它美股一直在上 再继续突破 OK 这些主力的话 可能真的还能 还能飞 还能飞 啊 Nifty Nifty还是OK 还是一直在 这个通道里面 所以RUSA C75有上1.05% Dow Jones有上0.4% S&P上1.02% NASDAQ上2.03% 美国半桃子指数上2.61% 可以我们看 啊 Commodity 期货 Adminia很强 它冲上去回调一轮 我觉得它还是 在上升 可能它回调一轮 因为它冲了蛮久 回调 回调之后 应该还能去 你看它 红色动力多么的强 OK 100% 啊 降铁干铁就还没有啊 降铁还在华州下 倒是还没有看到它的 长期的这个 反弹 OK 我们看下 中国钢铁价钱也是没有继续反弹 啊 中国工业钢铁还OK 啊 上海工业钢铁还OK 啊 还OK R&2破了慢慢的上 OK 但是还没有带动我们本地的真正的这个 啊 啊 钢铁 钢铁的这个 行业还没有带起来啦 OK 有些是上啦 但是不是全部啦 OK CPO 啊 CPO啊 这个就跌回下来了啊 现在它下个星期不能再跌啊 如果再跌 它就跌波通道就不好 如果它能反弹 OK 啊 看星期一星期二 它不要再跌了 这个CPO 啊 终于去货 Copper Copper通又很强啊 突破了 它回掉之后呢 应该还能上啊 应该还能上 因为它这个反弹是很强 OK 但是可能要回调 金呢 在这边调 啊 你看啊 它的越调 它越调越大了啊 你知道啦啊 因为这个资金越来越大 啊 所以越调越大 但是它能不能创破这个新高 啊 它能不能创破这个新高 啊 如果它能创破这个新高呢 可能它 它就 啊 它能站不能站稳在2400上面 如果它长期能站稳上面 可能它就继续要跑了 啊 赢 赢也是下调啊 我觉得 看它样子应该是 看它这个大的这个跌 应该是慢慢调做下来 不是讲它 会跌 长期跌 它在回调 啊 这个啊 啊 这个 油也是 油也是在回调 但是它也没有长期的跌 还是在这个上升总道上面 啊 上升的这个 啊 70C上面啊 OK 我们看美股 Apple 哦 Apple Apple跌破了 弹回上来 哦 暂时是ok了 啊 暂时是 暂时这个啊 啊 下跌趋势暂时稳定了 啊 OK 我们看AMD AMD还是在跌哦 AMD也跌破了 这个A61可能有一个回调 但是长期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哦 因为你看这个好像有一个头肩这样 OK AMD也是跌到很够力 啊 啊 Blockon Blockon还ok Blockon在横盘调 Amazon Amazon 那天一个gap down 重回上来不是很好啊 哦 它gap down重回上来不是很好 哦 它下个星期 它必须做一个这样子 它必须 它要 重破这个 180 啊 重破180才 才才才才才才可能 可以做做新高 做新高 阿里巴巴巴 还在横盘 阿里巴巴巴在这边横盘 你看得到啦 它在这边横盘 Google 哦 Google一个啊 底米台的业绩好了 一个 这个就是带动美国 Market继续起的原因啊 OK 所以它一个跳空冲上来危险啊 跳空冲上来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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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能上啊 但是呢 你要 它要盖这个空位的时候呢 是 是非常危险啊 ok 因为它这个空空间很大啊 ok 很少跳空这样大 然后继续上是比较少啊 比较少啊 比较少啊 那天Facebook做到啊 但是比较少啊 哦 哦 哦 这样大个跳空上去 ok 危险啊 这个是5 你问我是不会追啦 Crab Crab 还有小小的动力冲上去 我们看赢掉 赢掉不好 一个跳空掉下来 但是它有一个真主 哦 都可能因为它掉到 跌到这样厉害 可能有个小板的 但是不要不要追Meta 那天Meta一涨 它的下一个季度报告 不会这样好 它就一个跳空跌下来 可能会反弹 盖掉这个空位 但是你也是要小心啊 Microsoft Microsoft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啊 虽然它的业绩是好 哦 它还冲上去 跌回下来 也没有太高 它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 你看它 它是更高 更低的高 更低的低 所以暂时是不好 对我来讲 Micro也是开始做更低的低 所以也是开始慢慢跌下来 NVIDIA 我们看NVIDIA大哥 哦 NVIDIA它跌回下来 它它冲回上来了 哦 它好像又要跑了 又要跑啊 它冲破了 它下个季季 它能不能站稳在846 它能几天站稳在846 可能它还要去 如果它 它只站稳在这边 几天跌回下来 可能不可以啊 不是846 sorry 860 860 OK 860 它站稳在860上面几天 也许还能去 瓜公 瓜公 更低的低 看来它冲上也是更低的高 哦 所以看来它也不是很强 你看 Alexis也在50下面 哦 NVIDIA也是 阿里萨也跌破50下面哦 所以 美股不是这样强啊 所以他们炒是有 是 是怎么讲啊 是可能是特地炒它上来的啦 因为就是可能 因为为了选举这些哦 你看美股 它不是不强 它是很强了很久 但是它是开始回调了的了啊 OK 瓜公也是做了更低的低哦 so 嗯 我们等了 等了 看看他们还要不要炒了啊 他要炒起来 他要炒起来 就给他炒了 我们就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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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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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绯 继继续继继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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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继统 Tesla Tesla 你看跳空 跳空从上去 因为Elon Musk 他要做这个便宜的 明天要推出这个便宜的 Model 2 但是 不是很好 Zoom Zoom还在横盘 Visa Visa又从上去 跳空 跳空跌回下来 但是我觉得长期是慢慢要下的 因为美股 可能要开始降息了 但是没有降快 因为那个脾气还是高 没有跌 所以你看他也冲回上去 看他还是很强 City Group 如果他再冲破这个 也许他还要去 City Group 6356 中破6356可能还要去 看来这个投行 这个银行还是强 因为现在可能这个 美联储 没有这样快降息了 所以他还是很好的 看来还是很强 Morgan Stanley也是 暂时他也不算强 他在这边横盘 City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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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没有这样强 更低的低 这边可能会调更低的高 所以这几个你要 等多几天 星期二找这个真正美国 找出这个真正美国的方向 美国真正的找出突破 如果继续要冲 我们再进过 Boying 你看继续的跌下来 Boying我看142121 是这些 这个是比较好的机会 比较好的价位 如果要长期守这个Boying OK 今天我们看到这边先 看来 看马股还有机会 美股 现在因为 PC刚刚爆出来 还是有点高 但是没有跌 也没有涨 但是他 Market 如果要 我们要有信心 美股会继续反弹 最好是跌 没有跌 现在还5050 我们等美国那边 找出方向来 星期二 找出真正方向来 看怎么样 OK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先 拜拜